清明前后正是扬州最美的时节 春光烂漫百花盛开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在花红柳绿当中畅想着春日的美好 现在是早上的八九点钟 正是很多游客体验扬州早茶的时候 目前扬州早茶店里是怎样忙碌的场景呢 我们马上连线前方记者李小 李小早上好 现在李小正在一个早茶店里 扬州早茶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请商量早上好 要感受扬州的魅力呢 一定要早上到扬州来看一看 在整个清明假期啊 扬州的清晨应该说是非常的热闹 你看我现在呢 就来到了扬州的一家早茶店啊 这里呢已经早早就是人身鼎沸了 大家在这里究竟来吃什么 我们来这一桌看一看 早打扰了 大家早上好 哇这一桌是不是非常的诱人呢 那外地人口口相传的一句话就是说 如果清明假期啊早上没有来扬州吃一顿早茶的话 那就不算到扬州来游玩过了 因为现在呢正值春天 所以呢这里的菜单有了个实时的更新 很多呢都是春天的味道 我们赶紧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春天味道 比如说这道是不是江浙都非常喜欢的青团是不是 还有啊我们看他手上吃的这个包子 秧草包 季菜包 满满的都是春天的这个滋味 那同时我们看一下 哎 还有一个每个人面前都放了这个茶壶啊 那这个茶是叫做扬州当地的绿阳春啊 那其实早茶早茶 这道茶呢就是整个餐桌上的一个主心骨了 那么左茶配它最好的呢就是扬州的特色 煮干丝 还有这个叫做大煮干丝啊 那这个大煮干丝呢 它其实是由清的这个鸡汤来配上鲜的菜 那咬上一口呢也是鲜香入魂 同时来介绍一下扬州非常有特色的 哎 这个小碟子成的这个叫做蟹黄汤包 那么这个汤汁啊 看是不是都已经包围做了 整个这个包皮什么的 然后呢 咬上一口也是让人念念不忘 所以呢 在整个扬州呢 这样的早餐是非常的丰盛的 有很多外地游客啊 慕名而来来感受一下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这个灵河的大厅呢 都已经是全部坐满了 同时呢 还有很多外面的人啊 在排队等候这里的座位啊 能感受一下 除了大家是来吃早茶之外呢 其实早茶也是一个城市 反应阴火气的一个窗口 扬州呢 也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城市之一 所以呢 它还是这个淮阳菜汐的发源地 这里的游客呢 自然而然就非常的多了 嘿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来到了外面 看一下那个地方呢 就是曲号机 是不是目前能感受到 这里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游客 刚才那桌他告诉我们 其实他早上现在呢 吃上是因为六点多钟就已经来排队了 现在呢正值这个用餐的高峰期 基本上您取一个号的话 用餐的排队等候时间可能是要在四个小时左右 但是尽管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哈 那其实大家来看一下 整个扬州在春天是非常好看了 那当地呢 也是为了缓解等候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呢 也是安排了特别的一个扬州地方戏曲表演 让大家能够边吃边等 同时您可以逛一逛身后的这个小花园 在春天呢 也是非常的美 像樱花 还有美丽的这个红莓 还有白玉兰等等都可以看得到 同时穷花呢 也是扬州的一个特色 可以感受到扬州的园林的一个特别的韵味 那根据文旅局的一个特色呢 告诉我们在整个清明假期期间呢 其实啊 它的这个旅游接待人数呢 A级旅区的接待人数超过了43万人次 应该也说是处于一个景区的高位 而且呢 有很多的特殊的服务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文旅服务体验 也是让外地的游客能够更好的来扬州 感受这里的生活 好的 主持人 目前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在假日的上午 吃着悠闲的早茶 逛一逛扬州的园林 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谢谢李小发回的报道